我們昨天為什麼要到監察院去告 我們跟他要你的合約 你跟銀行資金的合約 我們要說你的標的物是什麼 他不給就不給 我們國庫署的署長 跟賴斯波委員講說 他跟他說千拜託萬拜託 吳榮譯怎麼會理他呢 你小小的國庫署 不給就不給 那台安生計會不會給呢 我相信也不會給 我當把這打開來 你投資哪個標的物 我相信都是他們朋友 各位觀眾 就一個又一個 表面上看起來是民營公司 為什麼是民營公司 看起來是呢 因為他就是我們關股去投資一個公司 那個公司在投資另外一個公司 一層一層他持股稀釋了 表面上看起來就變民營公司 然後最後他集中成立那個公司 然後他們做創投 他可以掌握著幾十億的資金 然後去投資 然後不用跟立委報告 重點在這裡 我們每一個事情我們要去追究 我們就要冒著被告 被踐踏的風險 董哥 台灣的經濟怎麼會好呢 而且他們這些公司 政府的主管單位都不敢監督 吳樹平的爸爸是吳三連誰敢監督 吳三連 吳三連 自立晚報的老闆 多少立營的人被他照顧過 對不對 對 吳榮毅是謝唐廷當行政院長時候的副院長 倍分都高 你國庫署長 我在當副院長的時候 你搞不好還是個小科研 是不是 所以這些東西都監督不到 但是你看台灣的情況 上個月 台灣民意調查基金會做了一個民調 他是很利的 游英龍他們的 他說 對於經濟發展 你覺得國民黨跟民進黨怎麼 水比到有本事 結果做出來國民黨是40.1 民進黨是17.6 經濟發展 兩岸關係當然不用講 國民黨是57.8 民進黨是10.1 執政能力 國民黨是35.2 民進黨是22而已 所以這是綠色的民調做出來 當這時候做出來的時候 蔡英文那個時候他還一直講 我們經濟都好 你們數學不好 怎麼樣 怎麼樣 結果同時候 他就派他的閨蜜 張瑞雅去接台北101的總經理 對不對 那張振雅的老公 他叫黃...黃...黃毅貞 對 他在蔡英文一當選中的時候 就接台唐的董事長 台唐董事長 是啊 所以就看你關係好不好 大家都在比關係嘛 那關係好的話 大家...他的薪水就沒有問題 所以吳英寧250萬算什麼 小咖...小咖...小咖嘛對不對 所以他們講這麼好聽 你去問民進黨 中央跟地方黨部的黨工 你們現在薪水是多少 有四萬八嗎 對不對 沒有就去跟蔡英文要啊 你今天看到這些人 嘴巴都在講漂亮 講數字 他們過去都在笑馬 他們現在更會講 我們被教育 被這個執政的人教育 然後被耳提面命 被殉導 你應該要仇中反中 對岸啦 這是...中國很差很差 我們就來看 我才剛剛去過的武漢 武漢其實呢 他就是一個在中部的城市 人口不多啦 一千萬而已啦 這是在大陸算少的 那我先不講武漢 武漢有一個吸引我的地方是 他們有一個叫光谷的 光谷是什麼呢 你就用新除科學人區 那個概念去想好了 他...他要做中國新 也就是晶片 習近平特別在 今年的四月二十六日 也就是中新被美國制裁之後 特別去巡視 他說要在晶片的技術上 重大突破 真正的大國重器 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裡 核心的技術 核心的技術 關鍵的技術 都是畫圓都畫不來的 要靠自己拼搏 要加快腳步 那這個在武漢的光谷呢 武漢人覺得很驕傲的 它在東湖的高新區 別稱叫做中國的光谷 它有五大產業 光電 生物 節能環保 高端裝備 跟現代服務業 其實聽起來跟台灣 跟民進黨 跟國民黨 所以講的都差不多 重點在於人家是玩真的 還是玩假的 重點在於台灣的執政者 是不是拿這些文字 然後來套弄 來搞錢 然後給自己的親信 有好位子 有錢 這個光谷1988年成立 之後成為光谷生物產業基地 自主創新示範區 然後成為全國四家中央企業 其中建設人才基地等等 可是在武漢 他們立定要做高科技 而武漢是整個大陸裡面 城市裡面 大學最多之一 然後滿城都是大學生 那個城市裡面有100多萬的大學生 每天在路上走 子哲 沒錯 上次我們還提到武漢大學 大家記得嗎 還有一些過去 還在中華民國的時候 還有一些古蹟 牌匾等等 他都保留 對 都留得非常好 那你看 先生你看 他既然在這個文化 歷史古蹟上保留得很好 他另外一方面 他在經濟發展也不差 我剛才看了一下他武漢的GDP 大概在一兆零六十九億人民幣 2017年他的企業總收入就1.2兆人民幣 5.3兆台幣了 對 我是說在一個算內陸的城市裡面 武漢市的經濟發展 已經都已經算不錯了 對 2017年GDP是1.3兆人民幣 然後人均GDP是十二萬人民幣 就五三萬台幣 內陸的城市 對 我就是要講 而且長期有被壓抑 他們有像沿海這樣發展 這幾年才開始真正發展 沒有錯 那當然他本來 大陸本來就從沿海城市開始 一直到內陸 那我的意思是說 當大陸的經濟發展 不斷在前進的時候 連武漢市現在都極起直追的 他現在甚至在剛才我們講的IT產業 都已經開始在發展了 那請問相較於臺灣 我們剛才上一段在談說 我們的什麼低薪 什麼經濟發展 GDP太低等等 你一相較起來就知道 就是說當一個國家全心全意的 在經濟發展的這條路上勇往直前的時候 人家可以達到什麼程度 可是當臺灣不斷地在搞政治鬥爭 尤其是民進黨上來之後意識形態治國 我們不斷地在停治 然後現在只會講一些數字 而且是不是很正確的數字 來欺騙人民 所以我覺得相較之後 大家就可以發覺 就是說如果用意識形態 用政治的考量來發展 那一定是死路一條 武漢 他是一個鋼鐵般的一個城市 因為很多次改變中國的命運都在這裡 武漢有漢口 漢陽跟武昌 那中華民國就是武昌級 就是在這裡 武漢在這裡 他在清中後期 武漢他的經濟竟然僅次於上海 被叫做東方的芝加哥 可是後來因為戰亂 戰亂 更多的戰亂 因為抗日 因為種種 到最後他整個城市停滯 沒有辦法很好的變化 他就在 你看看 他就在整個中國的正中央 是北方的南方 南方的北方 然後湖北 楚仁 湖北 所以他很有幹勁 很吃骨 硬汗 玉生兄 武漢 他有過去的積累 他有文化 有傳統 有歷史 可是他現在他發展芯片 也就是我們台灣講晶片 他是直指核心 要後起直追 然後我們台灣呢 就親信政治 政治化權力 權力化錢 這樣就可以了 這兩者之間的天壤之別 其實是民進黨執政 從阿扁以後所造成這個落差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武漢的發展 講難聽一點 武漢的發展 難道台灣當年沒有比他強嗎 台灣當然一定比他強 這個光谷 台灣的科學園區 沒有錯 中國大陸都拿來做飯 他們當年都是來我們的新竹科學園區 甚至偷偷要來偷偷取經 或偷偷來拍照片 當時我們的國安大陸還戒慎恐懼說不讓他們來 到現在 大陸駐臺記者都不可以進去科學園區 逐科都不可以進去 可是我請問大家 當我們看到武漢這樣的時候 我現在回過頭來看 民進黨只能這兩年多以來 你覺得蔡英文的民調會越來越高 還是越低 你覺得賴清德的制度 越來越高還越低 他所有情況都是美下愉快 不斷下挫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重點 民進黨根本不談經濟 或者談經濟是嘴巴的經濟 或談經濟就是說你們都弄錯了 不是那麼糟糕 是很好的經濟 所以他沒有方法論 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去年八月賴清德上臺 到現在剛好滿一年 他去年八月上臺的時候 就說五缺不是問題 缺水缺電這不是問題 缺土地都不是問題 那我請問你一年了 賴清德有沒有解決五缺裡面的哪一缺 他一缺都沒有解決 對 一缺都沒有解決 連最基本的去尋找出足夠台商 可以歸於返鄉的土地 他都沒有 到最近還有一個唐湯 給我抱怨 他說他已經跟經濟部登記了一年多 到現在土地說那個經濟部來了 還不再跟他講說 我們還在尋找 還在尋找 好難找 台灣很大嗎 蔡英雄讓他的閨蜜的老公去接台湯董事長 台湯董事長一零一 你知道嗎 都是指標型企業 台湯在台灣 是最有名的土地之王 對 台湯有多少土地 他不管是釋出或租用 或者又亂來重新轉換 台灣難道沒有土地嗎 那我請問你 他可以用民進黨自己的人 用他的閨蜜當台湯董事長 可是當他解決他的土地的缺口沒有 沒有解決 因為你不是自己人 為什麼 為什麼要幫你解決嘛 因為自己人也不要幫 對 沒有錯 也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你那個朋友一定不是蔡英文的自己人 沒有錯 所以我們的國發基金 會投資一下 最近我去查出來 最好笑 我們的國發基金拿錢去投資一下 我跟費老大檢舉 叫如新公司 在大陸專門在做什麼東西 幫助大陸 內地的產業開發的公司 他是一家有中資的公司 但是是國發基金投資的 難怪 去查一定也是閨蜜 土地政策 稅付 乃至他會給你一個實驗地 讓你去嘗試 那麼各種的制度 先讓你盡量給你開綠燈 最後在制度上候補 可是我們台灣是相反的 所以以至於我們台灣到現在 電子的錢包也起不來 任何產業聚入我們的想法 空有想法都沒有執行力